为了鼓励青年返乡丛农 活化部落产业发展 台东县政府在今年度办理台东县南汇小米产业 示范区推动计划 并特别启动一系列的青农培训计划 在经过9个月的陪伴与辅导后 选出高思泽高秀春及樊永中三位青农 个别获得新台币30万元的圆梦奖金 实践自己的创业圆梦 那我们这次选出呢 就是从他们的两个月的上课的记录 还有他们的出勤的记录 我们希望他们两个月是 很全神贯注在这个工作上面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 他有太多的请假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还有他的出勤的记录 还有就是那边的各个地方的那些 他们的那个业主对他们的一些评价 再加上我们这边的评审委员 还有我们的访试的情况 然后之后再加上他们网络 因为我们有特别是说 在把他们网络的自己要去做一些网络行销 他们自己进去他们的网络 然后分享按赞的次数越多 大概就是他们也是可以在这里面的分数上面 那后面还有就是他在后面这个 就是评分之前的这几个月 有没有还有实际在用到这个 这个他的原来在那边得到的经验 大概这是我们这次评选的结果 其实这五位都非常的优秀 到后来就是我们跟因为可能有一些出勤的时间 可能有的上班的时间就比较没有那么 就是不是六十天满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完全把这几个分数全部加加减减 然后相处就是变成他们这今天三位的成绩 所以这次我们就选出了那个高秀春 他未来可能会在金峰嘉兰从事接待家庭的工作 那适者呢 那未来可能会经营做在民宿啊 或者在做店面里面做那个 那个经营小米酒调酒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凡永中呢 他可能一边在做阿朗伊古道的导览 然后一边从事丛农的时候 把他运用在他的这两个工作上面 我们希望这三位 未来可以拿到这三十万的奖金的时候 可以实际让他们有 对他们的创业能够有所帮助 那我们可能会在十二月中 甚至是十二月底的时候 会在我们已经要即将开幕的 文创语言区的创作研习区 在铁花路底会进行做颁奖的仪式 为了让青龙能留在部落努力 并反转台东南回小米产业发展 走出不一样的南回青龙时代 台中县政府强调106年 还有一系列青龙培训计划 有兴趣投入南回部落产业的朋友 不要错过 东南新闻方耀宁 台东市采访报导